台北市的公共自行车U-bike上路以来使用率越来越高 每天都有5万以上的使用人次 不过市议员阮昭雄委外调查却发现 有高达4成4的民众曾经有借到故障车的不好经验 街上U-bike不管是运动或是通勤 在台北市都形成一股风潮 不过市议员阮昭雄委托台北市友善空间协会调查民众的使用情况 在728份问卷当中发现 有高达4成4的民众曾经租借到故障的公共自行车 在U-bike这一个有借的民众里面 有4成4的民众曾经借过故障的车子 也就是这一个故障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有高达4成4的人 他去租借的这个车子 车子竟然是故障的 那如何去做解决 就是因为使用率高 车子容易出状况 交通局回应 不管是轮胎刹车出问题 或者是车灯不亮 都可以在5分钟之内还车 并且不会计费 更特别呼吁民众 如果发现U-bike故障 可以将坐垫反转 让维修人员及时发现做后续的维修保养 团特公司它现在对车辆的一个维修保养的制度 它目前是在两个礼拜内会把所有的车辆 针对线上所有的车辆进行过一次的一个维修的保养 也希望是说如果民众你觉得这辆车子是骑起来可能已经有点问题了 那可以透过坐垫反转的部分 把坐垫反转 那让维修人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这辆车是需要进行再做一次检视的 另外民众觉得小小黄设置的站点不够多 交通局也说今年底会扩增租借站点到190站 至于和新北合作 目前也已经在新电和系纸试办设置了6个站点 未来等新北市确定公共自行车厂商之后会加强合作 中间台北新闻李一如采访不到